距離5月18、5月19的國中會考倒數一個月 台灣勢力大城國中家長會 日前特別在九年級的招會上 送上御守造型的鳳梨酥 祝福考生們都能好運旺旺來 在會考時考取好成績 拿到金訪提名 今天家長會特別為我們大城國中的 九年級的考生的學子 準備了這個鳳梨酥 那這個鳳梨酥是用御守造型下去製作的 那他製作的內容上面可有好事發生 跟成功上樣的字樣 然後禮盒上面我們設計了金榜提名以及千層示警 那也希望我們每一位考生 在5月18號考試當天都能夠順利 發揮他們正常的水準 然後會寫的都可以寫對 不會寫的都可以猜得非常的順利 恭喜我們每一位考生 也祝福我們每一位考生 另外當天招會上校方也公佈好消息 今年一共有六位學生挺進執招收25人的 武林高中科學班附試 最後有兩位數理自由班的學生 歐陽佑嘉和吳浩欣 成功以高分錄取 代理校長也現場表揚勉勵 感謝師生們的努力 我們本校的數理自由班 歐陽佑嘉跟吳浩欣同學 今年度考取武林高中科學班 我們這一次考取武林科學班的成績非常優秀 正取兩名跟備取三名 其實是公立學校之冠 這兩位同學考取武林高中科學班 也是我們大成國中的第一個金榜 希望這兩位同學進入武林高中科學班之外 那其實可以在自我精進 那因為數理的知識是非常深跟非常廣的 這個部分透過他們自我精進 可以邁向一個科學探究之路 祝福他們 錄取科學班的兩位學生也分享心路歷程 他們表示對數理的濃厚興趣 讓他們很有動力去額外鑽研其他的知識 但也希望在高中後 能夠加強相對偏弱的文科 另外他們也分享備考建議給學弟妹們參考 認為平常認真上課之餘 多接觸領域外或高中的相關知識 熟悉實驗操作都有助於培養自己的實力 我覺得有興趣就可以讓你有更多的 像這個科目前進的動力 所以我在數理科我覺得我比較感興趣 所以可能就會比較想要去多了解一下 我進科學班之後 我可能會想先把實驗的技巧來提升一下 因為其實我實驗也不是操作特別熟練 而且跟五號型一樣就是 我英文科也沒有特別強 所以我也想要訓練一下我的英文科 在準備科學班出試的時候 那個語文科 我們學校的國文還不錯 所以應該不用太擔心 然後呢我們英文 就把那個單字多看熟 多記一些 你就可以穩穩的過我們的語文科 再來數學的話 你可以每天多寫一些比較困難的題目 多思考一下 促進你的看到題目的思考方向 這樣你在出試也可以不用太擔心 我覺得我們數字班的老師都已經 應該算教得已經很好了 所以我覺得學定妹就先認真跟老師學 然後有空的話可以去看一下高中的課本 這樣的話可以增加一些自己的嘗試 然後而且有時候科學班考試的內容 有些是偏向高中的 所以多看一些高中內容也是很有用 人生的每一時期都有不同的目標和任務 等待每個人去發現與超越 道成國中校方期盼 藉由招會的勉勵儀式 激勵同學們挺住壓力 發揮實力 用毅力一步一腳印 持續朝自己所嚮往的明天邁進 介紹這邊聽他們的報導